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 同时中国也发表了一个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表了一个告台湾同胞书 没错没错 最近中国方面也非常高调的 纪念了这一个告台湾同胞书 胡锦涛发表了讲话 非常积极的回应了 现在台湾的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包括他当选总统以后 就提出来的一个 他的一个愿景吧 在台湾叫做希望能够和中国大陆 签订和平协议这样的一个愿景 你怎么看 在新的2009年新的一年当中 台湾也是国民党人又继续当政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这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 两岸和平协议 有没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最终达成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迹象 对用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 解决中国的最后的统一问题 一直是大陆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坚持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永不放弃 那么在这之外 当然也有不排除用其他的方式 这个主要有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台湾本身宣布独立 一个是外国的公开的干预 第三个就是台湾引起动荡 而当局又无法控制 所以大陆方面也不排除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不管怎么样 始终坚持的就是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永不放弃 那么到今天为止 两岸关系在蛮久当选台湾总统之后 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变化 特别是最近两岸三通直航 已经基本上是全面的恢复了 两岸民间的往来全部的部落正轨 可以说两岸的贸易持续发展 这就不用多谈了 但是谈到政治上的接触 目前国内的台湾的一些问题的专家 有一个担心 这个我们也不妨说一下 就是大陆方面的台湾问题专家的最担心的 就是马英九会利用 目前两岸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而为自己增加资本 因为在陈水扁的执政期间 台湾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那么现在台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就是如何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 如何改善民生 那么国民党方面 为了保持自己的执政的一个地位 所以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和大陆方面做更多的一个交易 所以在这方面 当然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有好处的事情 一定会积极地去支持 在这个胡锦涛主席的这个讲话里面 也都说了 要保证台湾的利益 让台湾同胞最大的受惠 但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不接触 所以也使得两岸的关系 在未来究竟能够走到哪一步 是不是能够涉及政治议题 其实是打了一个引号的 有很大的一个疑问 我相信两边都面临了一个政治压力 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国内的舆论的压力 但是台湾本身 马英九本身也面临了一个国内 它这个岛内的一个压力 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愿景 实际上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它也提出过三步 不同步不谈 所以双方各自都在磨合 来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接洽点 然后再接触到 涉及到政治议题 但是估计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才会谈到政治上的一些 包括签订和平协议 我们还有时间不多 还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我们在抓紧时间接一些电话 河北的江先生 江先生你好 喂 请讲 我发的 是请讲 河北江先生 您这个电话线路有些问题 是断断续续 能不能您挂下来 过一会儿再打过来 我们继续接 下一位是广东的观众 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我觉得那个中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 在79年到89年 这十年之间 应该说最好的 发展得比较 应该说比较健康 也比较轻蔑吧 但是后来因为八九事件以后 那个中美之间出现的那些摩擦比较多 而且科学也比较多 但是最近因为那个布什上台以后 以及附近涛上台以后 慢慢的又比较 相处一下摩擦比较多 应该说相处的也还是比较浓洽一点 但是大厦上下的那些问题还是有 经历不到 尤其是人权方面 美国政府是一直是多数改善 希望我们中国的人权都在改善 因为中国的人权 可以说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的贡献下都在改善 另外再请问一下那个邓先生 你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 还有你那个手下的那个 香港中文台的那些 什么评论员是不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 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那些立场观点 都是站在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 立场上来发表一些评论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里面的人员的一些 所谓的那个人员的那个工作性质 跟那些激化吧 谢谢 广东的吴先生 这好像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美建交30周年 那跟我们凤凰卫视的内部的一些事情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我本人是北京人 现在是在香港工作 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是辽宁的刘先生 我们再来接一下辽宁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 08年事业上更上一场了 09年刘先生 对对不起 09年 说错了 我就提两个简单的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现在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了 奥巴马他是民主党 民主党一向在人权方面 是态度比较强硬 那么是不是新的美国政府 会在人权上对中国政府 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态度会更加强 第二个问题就是 2000年那个时候 当时中美南海撞击事件 可能已经比较久远了 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 美国政府也答应给中国赔偿 不过美国给中国的赔偿的款 比中国要求的有一定差距 中国政府为此拒绝美国的赔偿 美国也明确表示 不会向中国多赔一分钱 我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我是很不满意 我觉得最起码也应该把美国这些赔款 给那个死难飞行员的家属 好了 刘先生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 您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问问题 我们时间的关系让您讲到这里 我想刘先生的问题 本来我想问 让他提前问了 奥巴马新总统 再有20天 奥巴马即将担任美国总统 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奥巴马在他当选之前 也是发表过很多的 有关中美关系的一些书面的文字 也好 在美中商会发表了文字上的 同时在他的竞选过程当中 也多次提到了 如何改善 或者是增加美中的关系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 民主党是对人权问题 是比较重视的 其实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他们都有自己的 坚守的一个价值观念 共和党来讲 对国家的安全特别的强调 民主党是对人权 对民生特别的强调 所以我们注意到 其实奥巴马在民生 和民权两方面 可能都会向中国是一样 他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既不把中国当朋友 当然中国也不是我们的敌人 而我们最近的关系 将会是一个竞争者的关系 那么既然是竞争者 所以他在几个方面 可能会对中国进行施压 首先就是经贸问题 因为经贸问题 是中美之间关系当中 经常发生的一个摩擦问题 所以按照现在 美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情况来看 那么无论是国会也好 还是奥巴马本人也好 都会利用经贸 向中国施压 第二个就是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已经在小布什时期的 特别是后四年 后两年 基本上是回避了的 因为在这方面 其实中国因为在改善 我刚才也提到了 第二一方面就是 美国政府也看到 其实利用人权 西藏问题 像中国施压的效果并不是很大 不如搞点实际的 弄点人民币汇率 或者是什么贸易不平衡之类的 可能对美国民众受益更大 所以在这方面 奥巴马可能会有所克制 但是台湾问题 仍然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奥巴马已经多次的公开的表明 美国将会继续的向台湾 进行武器的销售 那么在这方面 中国也会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 其他方面 我觉得在奥巴马时代 中美关系不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在任何一个总统时期 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只是因为各种事件而造成了影响 我们讨论这部分 还有差不多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先谈了奥巴马新总统 当选总统即将上任以后 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在最后的十年 基本上是现任的布什总统的 这执政的八年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